那他們到我們臺灣 跟我們臺灣生理學會 互動的目的呢 就是要學我們臺灣的 你們怎麼可以做到這麼自然 他們就是那麼的人做的東西就對了 那第三呢是 我提供一些基本的思維 你們等一下再討論說會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做這個案子呢 做這些案子已經做了將近十年了 第一個 一個生態系統 有三個營造力 一個是自然營造力 就是說這裡的山 這裡的水 這裡等等的 所以你一定要根據這個自然營造來操作 第二呢就是這個 這位第一呢 因為自然營造力就產生很多的棲地 那棲地就會養出各種不同的生物 所以你第三個呢就要 第二個要考慮到就要生命力 所以你們會討論那些代表的 那你如果想到是 那個動物你想到牠活來 那你就要根據牠的生活史 去營造出那個棲地特徵來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的自然 我們的意志力 我們人做這些事情呢 說來還是對我們人要用嘛 所以人在用的時候呢 你就要考慮到財務怎麼來 將來有沒有辦法做所謂的環境交易場 做生態旅遊啦 做些什麼啦 按照這個三個 但是因為我們對人很了解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說 如果說人來牠是開車子的 那我們就要給牠一個停車場 可是那我們對這個鳥不了解 對那個動物不了解 牠也是一樣要隱私來你安全啊 所以牠要怎麼過日子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的時候呢 你就要問黃一波說 牠在哪裡做愛 潮在哪裡 牠在哪裡吃飯 牠在哪裡呢 那我們做的這些棲地 是不是過牠過日子 所以一定會成立一個什麼 將來怎麼做經營管理 怎麼去監測牠有一個成功等等 然後施工有一個進來 所以要把這一套都弄好 那我們現在談的 私地的經營管理策略很簡單 就叫做地景特色的經營管理 那所以你一定要把這 用規劃成很多很多的區域來作業 還一點要激情各位的動物很怕冷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 所以剛才找到那個陳老師就說 絕對不要做環土的 做環土啦 人很好用功能嗎 就沒有啦 最後一點跟各位道歉 我下午還有事情 所以我會聽看到你們的所在這麼差 我各位禮拜 恭喜各位有好機會還要再學習 謝謝 謝謝藍波老師 那我們就把那個 怎麼進行再說明一下 謝謝藍波老師